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新的议题就是车位市场 在香港的车位市场来说 我们看到随着撤销辣椒之后 也有大妈萨和发展商来说 都批量去将车位的存货 在推出市场 而从车位那种刚性的需求 其实随着科技进步 大部分有很多朋友 都更换了电动车 我们看到车位的需求有增无减 但是在这个市况来说 在香港现在大部分的物业 都是向下行的时候 车位都做了一个回落 但是我又看到 其实随着生活的改善和科技的进步 很多人都更新了用电车 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公共的停车场 或者是以前的私人停车场 因为就算香港政府的 也都是有保载和政策的支持 很多私人的停车场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装了 这个是充电桩 我看到领会或者工营的停车场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都在更新 这个是充电桩的工程 而香港来说 这个也是跟着这个时代的改变 我们看到如果多了人用充电桩 或者多了人用电车 发觉原来用电车是比较方便 或者是省油 也是叫做折散能源的环保的话 我相信大小坐吹 很多的燃油车都会转用电车 随之而对车位的需求会增加很多 我也是持着一个乐观的态度 去看车位市场 而看不同的板块 就是基于它里面的板块 使用车辆的需求 在香港来说 我看到很多的老牌屋苑 车位的供应是过时的 因为少了人 内人家年纪大了 没有那么多年轻人 也会少了对车的需求 而车位的需求也会减少 另一方面来说 国内 国内的车位市场 其实它们也都是相对 它们很多地方可以违拍的话 只有核心城市 我们才会有一个叫做 钢性的需求 如果它在周边我们叫做 非核心城市里面 它随时可以拍到车的话 亦都是产生了一种 我们叫做契代品 它不需要入车场 而因为我们关注到最新的一个政策 都对车位的市场 都会 未来都会影响很大 那现在来说 大家都是这样说 就是说在政府 都是想办法是增加收入 或者是巩固的经济 也都同一时间来说 这几年都是鼓励过来需 那在今年的两会里面 也是在经济会议里面 也都提出了 就是我们叫做鼓励 就是将内容消费品来说 以一个旧换新的方式去鼓励消费 那他们也是估计到市场非常大的 这个规模去到5万亿 那5万亿来说是什么数字呢 那就是说来说是中国14亿人口 那5万亿的话平均一个人 大约是3500元左右的消费 那就在家电市场来说 其实也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说最大的消费都是 他们是那个车保 车保量 那车保量来说 仍然是占了一个大的比例 那平均在国内 大约换一部电车来说 都是说是10万至30万不等 那如果一个大规模政策扶持 和补贴方面呢 那也令到很多的朋友 开开有车 或者是都会有这样的诱因 下去转这个电车 那而因为它制定了一些法例 就是鼓励以旧换新的话 那相关齐限 一方面就是鼓励用补贴 另一方面来说 可能去制定一些法例 到一定的年期 那些旧车就不能行的 那而在实际的需求操作上 你必然要换车的了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国内 最好性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那枕颈位就是在充电方面 那所以来说 它同一时间呢 它也制定了很多的 宽松的政策 鼓励私人停车场 屋宴停车场 或者是鼓励一些 我们叫私营去经营一些 叫做有电装的停车场 那在这方面来说 我们对投资停车场来说 是有一个叫做 产生一个叫做 刚性需求 你想想 如果大部分人 全部人都是银电车的话 那它 如果银油车 就是它入油 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银电车来说 它必然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去定时定量去充电的 那在国内都是这样说 充电的电费来说 最高峰是日间的 最低峰是我们叫最省钱 就是在万间的 那一般来说 那些人都会在万间充电 而对车位有充电桩的要求 就非常之强劲了 那也都是以前的惯例 可能是晚上拍在街上的话 那令自出之有因 就要发回去自己的停车场 或者是租有电桩的停车场 那我们看到未来 在国内 它车位配备电桩是标配来的了 那所以来说 它们都是标准入停车场 去解决中电 那我们看到 未来在国内的车位 停车位 停车场来说 我们是看谷一线的 那所以我们先 已经是部署了 在大湾区核心城市 持有些优质的停车场资产 那如果是想了解停车场的投资 是欢迎可以联络我们的 那我们因为已经是持有了停车场 或者是 在国内投资停车场 已经是有一定的时间 还有也都是知道 在买国内停车位的时候 也都要留意一些什么的风险 如果不知风险去投资了停车场的话 将会凌智利会有一些 我们叫做损失的 那有这方面的查询 可以和我们去了解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